全球现场来关心巴西总统波索纳洛在二少接受所属的自由党提名争取连任 博士约大选他的支持度高达47% 波索纳洛20%远远的落后 更多详细内容把时间交给若宜 好我们一起来关注到这个巴西的选战 由巴西川普外号之称的这个巴西总统波索纳洛呢 昨天是接受了他所属的自由党提名要来争取总统的连任了 那么也为这个选举活动揭开了序幕 波索纳洛呢 昨天是在里约热内卢出席了这个自由党的大会 那么可以看到呢 在现场有满满的支持者到场力挺 他也表示说呢 在连任之后会延续现有的福利政策 要发现金给贫困的民众 还表示说呢 他是获得了军方的强烈支持的 另外他也指控对手鲁拉是共产党 如果呢让鲁拉执政的话呢 将会让巴西步上委内瑞拉的后城 好就来关注这场选战 目前呢 巴西也深受通膨问题的影响 通膨是相当的严重 所以呢也导致这个波索纳洛的支持率是急剧的下滑 一起来看看这个最新的民调显示 波索纳洛呢 他其实现在主要的对手 就是巴西的前总统鲁拉 目前呢这个 他的民意支持度是高达47%的 是鲁拉的支持度 但波索纳洛呢 目前是以22%远远的落后给鲁拉 那么这个鲁拉呢 他曾经在2003年到2010年这段期间执政 他也是巴西史上第一个工人出身的领导人 在他的任内呢 曾经推行这个福利政策来救这个贫穷的人民 带动经济成长 不过在他的执政后期呢 因为这个鲁拉政府爆发了贪腐案 他自己呢也一度入狱了一年半左右 不过尽管如此呢 有大部分的这个巴西民众呢 对他的印象其实是还不错的 而这个鲁拉的贪腐案件呢 最后也获得了翻案 定罪被推翻了 所以他后来呢 也没有坐牢了 就出狱了获得自由之身 那么67岁的波索纳洛 跟这个工人出身的鲁拉不同 他是军校毕业的 1988年就当选了市议员 还曾经7度当选过国会议员 在2018年的时候呢 当选了巴西总统 这波索纳洛呢 他个人的色彩相当的鲜明 而且他的言论呢 是更激进一些的 所以一度呢 让外界称他为是巴西川普 最近呢 这个路透就报道说 波索纳洛最近常常批评说 这个巴西的电子投票系统 相当的不可靠 所以外界也就质疑说 他是不是会跟川普一样 如果败选的话呢 也不愿意认输 而且这个波索纳洛呢 他其实他争议也不少 包括呢 在这个新冠疫情爆发初期 他其实呢 就没有把它当一回事 还称这个疫情呢 只是小感冒 并且也反对新冠疫苗 还曾经呢 威胁这个巴西的最高法院 要求大法官辞职 那么最近期的争议呢 则是被爆出说 他砸下了上千万的台币 他说呢 是要采购另类军火 什么另类军火呢 说是为了要帮部队提升战力 所以呢 要花钱买三万五千颗的 蓝色小药丸威尔刚 不过波索纳洛他声称呢 这是要用来治疗高血压 跟风湿病的 但是依然呢 在巴西国内引发了质疑声浪 而巴西国会的议员呢 也说会启动调查 那么这一次呢 巴西总统大选第一轮投票 就会在10月2号来举行 根据当地的这个民调显示呢 东山再起的 就是这一位前总统鲁拉 很有可能打败寻求连任的 波索纳洛当选巴西总统 那么日前他也办了 这个造势大会 可以看到呢 支持者同样是挤爆了现场 当天的画面呢 一起来看 今年76岁的鲁拉呢 他曾经这个在2003年到2001年 当担任过巴西的总统 同时呢 也是巴西第一个工人出身的领导人 不过后期呢 他是卷入了巴西石油公司的弊案 遭到判这个贪腐罪名成立 一度入狱 一直到去年的3月呢 巴西最高法院是以程序问题 推翻了先前的判决 才让鲁拉得以恢复自由之声 才有机会再战2022 那么根据目前的民调显示呢 鲁拉渴望在这个10月2号第一轮投票当中 以45%的得票率领先波索纳洛 另外一个焦点来关注到的是美国 美国众议议长裴洛西 到底会不会在8月访台呢 目前还不知道 不过消息一传出 就引发北京强烈抗议 美国总统拜登也曾经表示说呢 美国军方认为此时访台 并不是一个好主意 华盛顿邮报的专栏记者罗金就指出 美国军方最近呢 正在制定保护策略 考虑要在裴洛西出访的时候呢 出动航舰或是战机来护航 不过此举呢 可能会被大陆视为是挑衅 然而裴洛西如果延后访台的话呢 会让大陆认为只要威胁就会有效 美国众议议长裴洛西 据传8月将出访台湾 他表示基于安全考量 不论去哪 他都从不谈论自己的出访计划 不过展现对台湾的支持很重要 不过拜登却指出 军方认为裴洛西访台 现在并不是个好主意 裴洛西受访时更点出 担心大陆击落他们的飞机 而裴洛西打算访台消息曝光的时间点 刚好在拜登宣布即将与习近平通话 习近平与拜登通话是否会因裴洛西访问影响成了讨论焦点 不过美国多位议员公开鼓励裴洛西勇敢访台 共和党籍众议员蒂芬尼和裴利 在22号联合致函给裴洛西 表示他贵为众议院议长与美国盟友对话 永远不需要取得外国独裁政权或美国国务院的同意 呼吁裴洛西不要理会反对意见 依照原定计划访问台湾 而今年3月曾经访台的前美国国务卿 蓬佩欧也表示他愿意陪裴洛西一起访问台湾 你这样如果以后就不来 那谁还相信你能保护第一岛链的国家 就说你如果连你自己去 你都因为对方喊的话你就不敢去 那你以后在这个地方的诚信何在 华盛顿邮报专栏作家罗金指出 美军考虑在裴洛西访台时 出动航空母舰或是战机护航 但这么做可能会被大陆视为挑衅 进一步升级美中冲突 但如果裴洛西延后访台 代表美国向大陆示弱 也可能会使大陆认为威胁奏效 听说目前的方案是 让本来要来的水团的人 10月前先来 那普洛西先不要来 那普洛西在10月之后再来 罗金认为最好的做法 就是裴洛西和拜登团队 找到妥协之道 让美国对外立场一致 例如裴洛西延后行程 可由其他议员代为出访 并承诺在几个月内访台 借此挽回颜面 记者料予综合报导 五星总统级的顶级食材 秘制独家配方 以十多道严谨的工序 将严选的大干贝 珍珠包 石斑鱼菲利入将 上快点购的网站来订购 就拥有五星级的食材 同时还有推荐代码CTI999 就能够享优惠 给大家总统级的享受